接下来1月9号就是台中立委补选了 蓝绿都是加紧脚步 星期六的选前之夜肯定很热闹 让民进党是高规格的政府总统下来辅选 那么造势的现场至少也会有三次的交管 严宽恒就说绿营根本不管是不是会造成民众的困扰 行政院中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会 府院党还有地方的这些民意代表 还有中央的立委还有网络上的网红 还有这些网络上的网军 从头到尾都是在帮对手阵营 在这个造势助选拉票 不只是政务官啊 民意代表现在连事务官啊 这些也都全部都介入了啊 就是全国全党这个全政府要打一人嘛 你的对手在全联事业举办的 总统级规模的造势晚会 将近有你的造势规模 而且他们下来啊至少会有三次交管 官员的小事啊民众的大事 三次交管造成多少民怨造成多少人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其实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 官员还当立委的时候在立法院 蔡英文为了阻挡 为了拒绝外界的声音 就已经在立法院围城围了多久 就连立法委员要进入立法院都要绕道 不得齐门而入 像在坐贼一样 都要走他们设计好的那些铁丝网旁边的巷子才能进去 所以他们来台中三次交管 又代表什么呢 他们已经习以贯之 已经非常习惯了 民众非常无奈 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也不算什么 就连思考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很可悲啊 南投县长林明珍说林静宇在当顾问区立委的时候 自分是入谷人 可是却不帮地方设计经费建设反而扯后的 南投县长点名林静宇医师当任立委的时间 对于南投毫无建设可言 甚至于是阻挡南投的发展 那我们也要知道 如果今天林静宇当选立委 他未来在台中市 他是不是也一样的阻挠台中市现任市长卢秀燕 让卢秀燕的各项市政会更加的困难 包括空污 空污的部分 宽冷是主张反对增加燃煤 一定要减煤 甚至于燃气 只要增加燃气 必须等量拆除燃煤机组 但是我的对手林静宇 他是主张增加燃煤的 他是主张为了供应全国电力 中火必须要增加 难以计算的燃煤量 所以他宁愿牺牲中部海线团区 在地相信的权利 他是一昧的符合党意 所以如果他当选 他不过就是一个立法院的投票机器 而台中在地时事评论员 庄子傅表示说 有不少选民在问他 为什么一个立委补选 民进党要出奥波 不仅请全党之力 甚至还动用国家机器 打压对手 只是一个中俄选区 区区一个立委选局 就要搞得好像总统大选一样 现在是怎样 府、院、党全部打一人吗 只打一个严宽恒吗 上到总统、副总统、立法院长 地方的议员、中央的立委 全部打一个严宽恒 一个严宽恒竟然要面对 这么多的人来殴打 难怪韩国瑜说 严宽恒的妈妈都快不认识他了 说实在的 一场选举有必要打成这个样子吗 好好的提出自己的证件不行吗 好好的提出你当选以后 你要怎么帮众二选区 来争取预算跟建设不行吗 除了抹黑、除了打击 除了打压以外 你还会做什么 这代表什么 你根本没有东西嘛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帮中二选区选举嘛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帮中二选区来争取建设嘛 你除了这一招你还有别招吗 你甚至动用了国家机器 虽然你不承认 但是你确实在用国家机器啊 一个地方的选举要弄到12个检调人员下来嘛 一个地方选举有必须把里长调去询问吗 炒米粉有这么严重吗 比你这个公投的便当应该便宜多了吧 一个选举有必须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难道黄俊英的走路工 你们民进党还要再操作一次吗 所以在这里只能告诉颜宽和 小心啊你真的要小心啊 因为他们的奥博非常非常的多 不但要小心 而且呢还要注意什么假讯息 建议中二选区的选民一定要认清楚 民进党的奥博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而且呢一定在最后几天来搞一些奥博 所以中二选区的选民一定要 罚酒佩佛金选择挑选啊 的话 是 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